這什麼玩意兒 龍哥今天要去吃鰻魚飯 要去探店一家百年老字號的鰻魚飯 不知道小鳥在哪裡 好像有好幾隻小鳥 走吧 吃飯了 你也自己去年 龍哥看中一個椅子 這是300多年前的一個英格蘭的座椅 老闆開價是7萬 差不多是3500元 它的雕花非常地漂亮 非常漂亮 這是一家中古店 考慮一下 好啦我們到了 就在這家呀 走咱們看看 到了嗎 沒開門 對啊就這家 他可能還沒開門吧 沒開門 沒開門 不開門 啊 怎麼辦 哎呦啊這十分寫的是開了 可能還沒開始啊還是 沒掛牌啊上面那個 上面寫的出雲屋看到嗎 出雲屋 進行啊 有嗎 沒有了 沒了 開了嗎 沒得吃了 他说结束了 来都来 心心念念过来吃个鳗鱼饭 没有吃到太可惜了 好吗 这对面就是筑籍大社 大阪最大的神社 标语 好了不行就去找其他地方 看看有啥美食再去吃 太失望了 不行明天再来吧 明天我一定要过来尝一尝这个味道 对 咖啡获得红茶 咖啡获得红茶 点一个 还有一个水晶盛门 给你再加咖啡 确实意大利大 啊 法国的产品 红茶 那也关门了 没到点 没到点开门 应该是五点开门 今天 处处碰壁 对 谢谢你 这个街道龙哥是第一次走 从来都不会过来走 很安静 一点声音都没有 旁边都是两边都是铁道 跑来跑去的油轨间车 平时想过来看火车的话 这条道是最合适的 咱们看看火车啊 这条道看火车是最清晰的 好了 柵欄放下来了 有点想起来镰仓 对 镰仓的小火车 学校前那间的一站 有很多摄影爱好者都会跑到这边 拿起单牌 专门式拍这边的老的油轨电车 来了 来了一张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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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拆过来了 一样来到这边 龙嫂说他没见过那个日本建筑大使安藤忠雄的住籍藏屋 就是安藤忠雄先生呢 在早期建的钢筋混淫土的第一间 所以呢我们现在过去看一看 听说按照导航是两分钟就可以到 点赞弹幕支持 一会儿咱们再去吃饭 看见吗 对 就这么小小的移动 看到了吗 清水混淫土 是安藤忠雄现代主义派的建筑 走咱们看看去 干好啊 没人住 应该里面有人住 但是他不对外开放 住籍的长屋是大阪住籍区 不起眼的十四平小房子 安藤忠雄成名之作 长屋是关西地区独有的建筑模式 因为空间有限 所以房子成了狭长并列的空间 但看似封闭的长屋内部 屋内中央的屋顶是打开的 在狭小的空间中规划出一个中庭 让阳光和风雨都可进入 也就是说下雨时住在内部的人 走到中庭也需要打散 这也是安藤创作的原型 有奖的建筑协会住籍 好了 我们看完了 看完了 然后这边离住籍公园很近 然后呢 刚才那个清清又去找那个饭店 那家饭店又是关了 今天怎么一回事 今天周末 所以呢我们继续去找美食 否则怎么办 出都出来了 饭怎么这样子 那龙哥这一集就在安藤忠雄的住籍厂屋 结束视频 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 我是龙哥 感谢关注六零后大阪 慢生活 我们下一集不见了 不散 拜拜 拜拜 龙哥今天是走街串巷找美食 日本有很多好吃的美食 地道的美食 都是在深深的很深的巷子里面的 然后你看前面挂着一个灯笼 很有味道的吧 原来歪打正早 我们要找的这家饭店原来在这个地方 六点六点钟开门 现在时间位到怎么办 能等待了吗 我们看看有什么彩